当地时间7月10号凌晨 韩国首尔市长朴延春在失踪十几小时后被发现身亡 其女儿9号下午曾报案称 父亲留下类似遗言的信息后离家并失联 目前朴延春的死亡原因暂不清楚 监控画面显示 朴延春于9号上午10时44分左右 从位于首尔中路区的关底离开 而据首尔市政府早前通报 原定于当天下午40时40分的活动也因故取消 10号上午 首尔市长秘书室市长高焕熙 在首尔大学医院殡仪馆前 公开已故韩国首尔市长朴延春亲笔留下的遗书 全文仅70个字 朴延春在遗书中写道 感谢陪伴自己生命的所有人 首尔市第一副市长徐政协代理市长职务 在发布会上表示 将继续推进朴延春的施政理念 此前 给予的帮助 拥有一定声望的他 甚至被看作是角逐下届韩国总统的有力竞争者 首尔市相关人士介绍 10号起 在首尔市政府办公大楼前 为朴延春设立灵堂 13号出兵